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的案件重演 會和大家討論的一宗爆洩案 而當中的洩匪 目標就是大廈內的住宅單位 提起爆洩案 大家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 洩匪會鬼鬼祟祟進入大廈 神神秘秘地爆洩 但這次洩匪竟然可以大搖大擺地走入大廈 還要經過管理處 最後上樓樓爆洩 究竟它的爆洩過程是怎樣 我們一起看看 無論多遠的距離 無論多難去的地方 派人重要的貨件 一定要準時送達 我是一個速遞員 要送件就找我們吧 三條四五個零 叫我 橫體、電體 我都試過速遞員 沒有人會懷疑的 差點 讓我先試一下 這樣就像樣了 師傅你好,送件的 謝謝 是誰啊 先生你好,我是加快出帝的 你的貨要收的,不過貨太大件 麻煩你去大堂簽收 我一會兒下來 明哥,剛才有一位出帝員說放下貨件簽收 是呀,有速帝員來過 但沒有放下貨件 那你給他電話,我打給他問一下 我沒有抹下了 搞錯呀,有人進來都不登記 總之沒有貨件留下 說不定我速帝員拍錯門口 他走的時候我順便問一問他 再通知你,你一三二四黃先生 好吧,好吧 我快點起床 你掛著我,我沒辦法 我會很快來的 我的天啊 很快 我只能推上雷尾 有什麼事這麼吵啊 老婆 老婆你開門啦 我知道錯啦 老婆 求求你啦 你開門啦 老婆 原來老公婆撒花槍啊 魚不是魚 黃兄一個人住啊 怎麼會叫他老婆啊 老婆 現在的年輕人的感情 真是很難明白 老婆 對啦 我說不敢啦 你開門啦 我知道啦 老婆 你不要再生我啦 老婆 我來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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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大家都知道 片段中的责人已经触犯了香港的法例 而根据盗窃罪条例 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一间建筑物 偷窃或企图偷窃里面的任何物品 其实已经触犯了入屋犯法罪 日经定罪 最高的刑罚是被判监禁14年 遗免被责人有机可乘 大厦应该加强他们的保安系统 例如加强梯间和走廊的照明 安装警钟 闭路电视 大门对港机等等 管理处应该设置在正门入口 以便管理员可以监视人流出入的情况 如果有陌生人进入大厦 管理员应该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以作登记 除了加强大厦的防盗和保安设施之外 家居的保安都很重要的 家里的窗户和门应该加强保安 以防止未经许可人士进入 而住户应该提高防盗和保安意识 例如出入大厦的时候 应该随手将大闸关上 如果大家发现有任何可疑人士 在大厦外陪回 而他们又不是大厦的住客 就要紧记立即报警了 接着下来有一宗发生在荃湾沙咀道 近住联人街的交通意外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提供消息 这宗意外奪去了一名43岁女子的宝贵生命 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这里是荃湾沙咀道和联人街的交界 在2017年3月22日晚上7点半左右 就在这个路口的位置 发生了一宗致命交通意外 而一名43岁的女子在意外中死亡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提供资料协助调查 当时一家绿色小巴沿着沙咀道行驶 当驶至联人街的时候 遇到一名过紧马路的女子 这名女子投报严重受伤 被送往医院抢救 可惜几日后最终不治 我在这里作出呼吁 在2017年3月22日晚上7点半左右 有没有市民途经荃湾沙咀道 和联人街而目击岛意外发生的经过呢 有的话请联络新加南总区 交通意外特别调查队第二队 电话是3661-1300 3661-1300 无论是驾驶者或行人 在使用道路的时候 都要特别留意交通的情况 和一定要遵守交通灯号的指示 避免意外的发生 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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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